好 有沒有同工有實際的例子 好 接著到你 大家好 我想介紹一下 因為我不是社工界 也不是各位老師的同學 所以你應該沒見過我 我自我介紹一下 其實我是教育界的 我是教幼稚園的 我想表一表達我自己的立場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叫我本土 但是我是一間收雙非兒童的幼稚園 我家學校是有收的 其實我已經服務了他們很多年 我自己那班有大半班都是雙非兒童 我都很想講一下 其實我自己的立場 當然我是覺得懷仔這件事 因為他是非法保留香港 我自己是覺得 從法律上來看 我覺得應該是要遣坦的 但是我也想講一講 其實你是服務著一班雙非兒童 那其實你是應該要 那些人都說你是應該要大愛的 因為好像剛才阿Sir這樣講 咦?你又是 那我也是基督徒來的 那我是基督徒 我也是教育界 又要服務生 雙非兒童 那你都應該要包容他們 其實不是這樣包容的事 因為我服務了他們幾年 我是看到他們有很多問題出現的 其實雙非兒童呢 他們的生活在香港的適應 他們無論家庭的環境 無論他們家庭的照顧 其實他們是出現很大的問題 那個問題大到呢 我們學校老師甚至校長 是花很多時間去處理他們 那例如有些什麼嚴重的問題呢 例如是會扔下一個女兒 有一個女兒 有一個女兒 是爸爸媽媽 雙非拿出來 然後兩個父母回上去 跟著什麼人照顧呢 就有一個工人 她是請一個菲傭的姐姐 在香港存職照顧她 爸爸媽媽是沒有下來香港的 但是呢 其實那個工人姐姐都有人請她的 其實就是一個香港的孤姐 她的孤姐 但是她的問題呢 就是其實一直都沒有理她的 是沒有理她的 或者一直都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她的所有的程序問題 很多的家庭生活 她沒有人去包容她 關心她 甚至她家裡呢 是非法地被人獨居 因為那個工人姐姐其實要放假的 她要讀劉兒童的 其實她正在犯法的 但是呢 這個是其中一個問題 還有很多問題呢 就是呢 他們呢 經常都有 爸爸媽媽 其實都不在身邊 很多情緒問題 很多行為問題 很多行為問題 就是回去大陸讀書 這樣是不行的 這樣是不行的 那其實呢 就是我們作為老師 就算我校長 他都覺得其實是最明智的選擇 對於一個小朋友來說 我們現在是講小朋友的立場 就是大家都說 不要那麼欺負個十二歲的小朋友 是不是呢 我是教育教 我是設身處地 是在兒童立場著想的 我是站在兒童的地方 其實對於她來到香港 究竟 是不是對於她的小朋友最好呢 我們要講福利 是啊 你可能給了很多福利 可能要學 有 即是香港有得讀書 是不是呢 有香港居民的身份 可以享有香港的福利 但是其實個小朋友 是不是真正需要這些福利呢 其實你究竟有沒有想過 懷仔 其實他是不是想 離開自己的父母 跟著自己的外婆來香港呢 我告訴你 我全部的雙非而同 全部都答我不是 全部都很想 去跟爸爸媽媽住 整天都說 爸爸媽媽自己不是身邊很慘 即是其實呢 我就想講 其實呢 這個問題呢 其實 即是 即我不知道大家是 社福的 那是 有不同的立場 但是呢 對於我是教育界來講 我覺得 甚麼是為止對兒童最好呢 就是你切身處地為他著想 究竟他是想怎樣呢 對不對 你不要覺得 是啊 很多家長 雙非家長呢 我的家長呢 就做甚麼呢 讀名校 去報國際學校 現在派位 因為我是教K3的阿滅 今年 對不對 我的雙非家長呢 就這樣說要讀名校 報哪裏 這樣 之後呢 其實這個小孩呢 是很辛苦很辛苦 是啊 然後呢 最後呢 有一個家長是做甚麼呢 我頂不上的啦 因為 照他 有雙非家長 他就說 因為他 是香港的姨媽 正在照顧他的女兒的嘛 那呢 他說 他的姨媽不想照顧他了 因為他有太多行為問題 好了 那怎樣呢 最後呢 就要報北區學校 那你都知道啦 你最近有沒有留意到 小一派位 北區學校是真 小學的情況是多嚴重 他是派到天水圍 但是呢 他將會呢 由深圳 打算來回這樣 接送他女兒上學 他就是 這個問題其實是很嚴重的 然後呢 我們就覺得 其實 我們不是 不包容那些兒童 不包容那些雙非兒童 不包容那些雙非家長 我們是一樣 我一樣是沒有歧視 就是我沒有去Label他們的 完全 我一樣都是這樣教他們 接納他們 去幫他們 是的 在學習上面 無論任何的情況 我都會盡量去幫他們 適應香港的生活 但是其實實際 我們幫得了多少呢 其實大家有沒有想過一下 那個小朋友究竟是想自己 離開自己的父母 在香港孤獨獨地讀書 或者他讀小學了 好像懷仔那樣 他十二歲了 讀小學了 十二歲了 讀中學了 應該是讀中學了 阿婆搞得怎樣呢 他那些學業成績 怎樣幫他 他上到中學 所有的社交情緒 行為問題 他又何真是搞得定 他呢 我所身處的 好 差不多了好嗎 OK 不好意思 我大約知道你的觀點 觀點就是 什麼是這個 所謂雙非二堂最大的福祉呢 究竟是不是 我們很多時候 以為它好 但實質上 原來是不是真正是這樣呢 這裏很值得想一下 OK 好 其他人可不可以講一下 OK